我的天呐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像Legacy 像Lida 也像Lite One 有意思的东西来了 呃 其实说实话 这次Lida让我挺意外的 因为国内做这个 upper bass的人太少了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一年 Polo Fever搞过的时候 然后去 大家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无论是这个Rubber 或者说其他的音乐人 有这种呢 去探寻更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是很好很值得鼓励的事情 这次我真是觉得Lida做的挺棒的 因为他不单单说 尝试了upper bass这种音乐风格 他还在这首歌里面 加入了一些民族性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不是有一段 福建的传统童谣吗 我觉得这种 民族性的传统童谣 和世界性的音乐曲风 像结合 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共状 我觉得挺好的 挺棒的 我个人很喜欢 毕竟他这首歌的整体的曲风 也是让人非常的放松不快的 也希望以后啊 国内有更多的Rubber 可以像Lida去 看一件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因为咱们国内有多重圈呢 也增添一丝细的色彩 娃娃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的 这个台风文件 表演张力 毕竟它这个扎实的Rub工地 摆在这里 但是啊 有意思的东西来了 在娃娃表现如此精彩的情况下 网上竟然出现的特别多 评论说 哎呀 娃娃你还是那老一套啊 没点心意啊 或者说几年过去啊 你还是这些东西啊 我的天哪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当你在自己的领域 在自己的风格框架下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这个时候大西听众竟然开始不买账了 我开始觉得腻了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时候 娃娃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音乐风格了 看一下要不要去尝试更多新的风格 或者说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现有的风格 当然我觉得大西听众开始有这种感觉 和尼拉这次表演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尼拉她这次刚好是做了一个新的风格 因为也做得非常棒 关键是刚好在尼拉表演结束之后 娃娃在上场了 所以说给大家有这么一种感觉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说实话 娃娃的这个全Rub实力 我觉得还是无需之宜的 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娃娃还敢一直资认 这个中国第一级Rub的原因 尽管我本人可能并不觉得 娃娃能够担起这个Title 因为这个Title其实外接点大 但是目前国内的一线Rub 我觉得没有任何人的全Rub实力 比这个娃娃更加的达实 所以你像Legas 你像Lida 你像Light One 他们做的音乐都是比较新潮 并且大众接入度比较高的 但是叫做比纯Rub实力 他们和娃娃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整个和娃娃比一下这个全说唱实力的 你像瑞雪 娃娃等人 他们的名气和曝光度 就达不到一线Rub的那个高度 提到这个瑞雪 娃娃刚好在这个你这个机会来推荐他们 因为这两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Rub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劲 瑞雪 他声音的质感 以及扎实的说唱功底和这个虚实性的歌词 我觉得他每一句都会狠狠地打在你们身上 Wizzy的话 我的天呐 我觉得Wizzy他简直就是一头全能怪兽 如果你们给他更多的机会的话 他会吃掉市面上90%的味 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想听到一些更多更新的声音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两个角色 至于娃娃的话 先说实话 我因为我个人其实对娃娃的关注并不多 但是我和很多人一样 我也是比较期待可以听到娃娃 达出更多新的声音 当然在娃娃现有的领域 现有的风格下 娃娃真的是已经做得非常棒了